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没有改变原有的政策 很多人的喜大普奔可能只是一场美丽的误会 通常情况下呢 如果留学生已经递交了F1的申请 或者处于续签的阶段 再去申请美国的绿卡 F1则可能被拒 因为移民局会质疑留学生的移民倾向 所以呢 为了不影响F1的身份 有些学生会选择暂时不申请绿卡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新出台的指南规范了 即使申请人有正在审理的绿卡申请 申请人的学生签证也不会因此而被拒绝 解释的更直白一点呢 就是新出台的指南 允许申请人有申请绿卡的企图 至于说留学生要走什么样的路径 拿到绿卡 目前则没有任何的改变 并没有出现一个路径 让留学生可以自然的获得绿卡 那现在留学生获得绿卡的方式主要有哪些 目前留学生拿到绿卡的主要途径 还是要经过F1签证 申请OPT H1B工作抽签 再去申请绿卡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 压在留学生身上的三座大山 这个过程呢 依旧有着非常多的困难和不确定性 非常多的雇主不愿意雇佣留学生 也不愿意支持留学生转换工签 就算是找到一个愿意担保的雇主 H1B抽中的概率也是让人不敢奢望 根据美国移民局的数据 去年收到了78万份H1B的签证申请 中签率却只有14.6% 也是创了历年的新低 所以说呢 留学生想要留美 获得美国绿卡并没有变得简单 从数据上来说 反而是越来越难 因此呢 另外一种获得合法身份的途径 EB5投资移民就越来越受到留学生的青睐 不需要雇主的担保 所从事的行业 也不需要跟所学的专业一致 三个月就可以获得合法的身份 自由地在美国定居 生活 工作 出行 但是呢 双地交的窗口期并不会一直开放 有条件的留学生朋友 要抓紧时间 不需要